首先我們看到就是歐盟對臺灣的這個關係 確實在近期有很大幅的改善 那我覺得最大的這個里程碑 最重要里程碑應該是要看去年 這個歐盟在他9月公布了一個 歐盟的印太合作戰略 這一個報告裡面是歐盟執委會 直接點名說歐盟未來在印太戰略 這個地區的參與上面 他會特別跟沒有 現在跟歐盟沒有投資 或者是這個貿易協定關係的國家 譬如臺灣 他會強化要跟臺灣的這些投資 跟貿易方面的雙邊的這個關係的提升 那這是首次職委會 因為大家知道 歐盟的對外談判 雖然過去歐洲議會對臺灣 有很多非常友善的舉動 然後也就做了很多建議性質 希望歐盟執委會要去推動 跟台歐之間的關係 可是畢竟那個 實際的談判的執行權 還是在歐盟執委會 那所以職委會如果他不推動 基本上歐洲議會的建議都只是參考性質 那我們剛才講到去年九月這一份文件 是歐盟職委會直接發布的官方文件 也顯示出來職委會確實想要去改善 跟臺灣之間的經貿關係 好 那所以這個是我們覺得 最重要的一個新的開始 那這一個開始呢 當然你就看到在今年的這個 剛剛主持人提到六月初的這一個 台歐盟的經貿對話呢 過去都是由副首長級來主持 那今年後來提升到 由我們的經濟部部長 以及對方的DG Trade的這個總署長 來共同主持 那當然這個從主持層級的提升 當然就是顯示出來 台歐關係的一個躍進 但是呢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你看到這一次所談的議題 同樣的歐盟是把供應鏈議題 特別是半導體的供應鏈議題 當作主軸 那所以呢我覺得 未來會持續提升的方向 一定會這個 也是一個既定的這個做法了 因為現在你看到台歐盟 歐盟想要談的這個雙邊議題 半導體這一塊 實際上是歐盟需要台灣的協助 比起台灣對他這個 對他的需求是更大的 因為從我們看到歐盟 在檢視他自己半導體的產業來說 他可能比美國更擔心 因為歐盟現在當然有我們所謂 我們知道的OSMO 這一個很大的 但他是半導體設備之 這個機器的廠商而已 可是歐盟在這些半導體 晶圓的IC設計 還有在半導體的這個 生產代工上面 他實際上都欠缺生產能量 所以他比美國 可能要憂慮的成分更大 因為美國至少在半導體上面 還有IC設計 主要都還掌控在美國手裡 所以現在就歐盟來說 他是上游到下游 他基本上都有欠缺 所以他為什麼會希望在這次的 台歐盟的對話裡面 把半導體作為一個很重要的主軸 就是他希望台灣可以提供他 更確保未來我們有雙邊的合作 因為可能或許他覺得過去以來 台灣可能會比較著重在回應美國的需求 所以他希望透過提升跟台灣的對話的成績 也是希望說可以讓我們的經濟部長 也可以去協助我們國內的半導體的產業 一方面會回應像歐盟現在 可能在這些半導體的物資上面 有像汽車晶片 然後再加上俄物戰爭的開戰 就有很多物流之亂所產生的短缺的問題 他當然希望台灣不是只有回應美國的需求 也要回應歐盟可能的需求 再加上現在很多的武器都需要晶片 所以在俄物戰爭開打之下 他也需要確保說歐盟境內 是不是可以及時的提供他可能武器所需 還有汽車這種一般的消費品 所需的這些晶片 所以實際上他也可能會希望 要跟台灣之間建立這些所謂 半導體供應鏈上下游資訊分享的機制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希望 長期來說希望台灣的半導體業者 可以到歐盟去做投資設廠 這跟美國現在的期待也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未來的這個我們現在談判的這些官員的層級的升高 因為主要還是歐盟對台灣的這個需求之下 我們相信這一個層級應該是會繼續維持的 但是畢竟歐盟他是27個成員國所組成的 所以他不像美國行政權可以去很快速的去做回應 然後去如果他決定要做任何的改變 他可以是馬上去 就起而行就可以馬上產生效果的 可是歐盟因為他需要27個成員國的同意 所以可以想像他的這個進度會是緩慢的 雖然目標很確定會希望提升跟台灣之間的經貿互動 可是畢竟還是會有一些歐盟的成員國 可能跟中國的關係是相對友好的 那所以他們必須要在綜合考量27個成員國的這個意見之下 那會緩步的去推動 可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就是說 因為現在對於這個歐盟職委會影響力很大的 像德國的意見 現在這個德國的這個總理因為他所組成的這一個政府 基本上是像這個所謂的社會民主黨綠黨跟自由民主黨所組成 而他們這些政黨呢過去以來相對來說對台灣是友善的 或者他們對於中國的立場是比較強硬的 那他們也實際上現在已經有推出了這個 就是三黨聯合組成的這個共同政府 已經推出了一個對中政策 那他們實際上也希望把中國定位成說是所謂的系統性的對手 那這個已經跟過去歐盟對於中國是把它視為是一個所謂戰略性夥伴 是一個partner的概念已經是截然不同了 那所以呢我剛才提到了歐盟職委會呢 他基本上德國的意見影響力是很大 那如果現在德國現在的這個政府呢 對於中國的立場已經改采強硬 而且對台灣是友善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相信歐盟職委會對台灣的這個關係 是一定會越來越友善 可是現在歐盟跟台灣在談的這些經貿對話呢 還是比較屬於像類似像台美TIFA架構的對話議題 就是處理現有的既有的這個舊的問題 那我們當然會期待說未來的升級不是只有代表層級的升級 還包括議題的升級 可以納入更多也是屬於這種所謂前瞻式未來式的議題 那這個是我們接下來對台美的歐盟這個經貿對話的一個期許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呢 請留言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呢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將持續為您製作更優質的節目